加拿大专业案揭协会近期发表的 加拿大房屋市场半年到最新的报告指出 多伦多独立屋近期均价已经超过200万元 成为加拿大房价最高的城市 但如果以房价的涨幅而言 一些城镇的房价涨幅远超过多伦多 安大略省巴里市去年房价上涨超过35% 成为安省涨幅最高的城市 伦敦、基奇纳和华铁炉的涨幅都超过30% 京士顿、咸美顿、帕林顿、奥克维尔及阿特华都接近30% 多伦多和巴西沙加市的涨幅均有20%左右 报告指出 加拿大全国各地目前都出现了 由大都市向边镇城市外迁的趋势 而随着这种趋势的加强 很多市政的房价都出现急剧的上涨 特别是多伦多周边出现的更大的涨幅 相比之下 大多伦多在过去两年 反而成为安省房价涨幅最低的城市之一 这个并不是说多伦多的房价低 而是说它已经涨到相当的高度 以全国各主要大城市而言 去年房价涨幅最高的城市是温哥华 涨幅约30% 接下来依次是阿特华接近30% 本地可接近25% 多伦多在20%左右 卡加里在上述五大城市中涨幅最低 约10% 与此同时 随着央行加息房源供应上升 卖家回归最明显的是卡加里 与一个月前相比 夜月卡加里的新房源数量激增69% 这个极大地解决了当地救房者的需求 房价销量上涨 牛津经济研究院认为 更高的利率和反投机政策 将会在今年秋天开始发挥作用 到了2024年的中期 加拿大房屋价格将会下降24% 但预计房价比2020年高15% 个研究院认为从2025年至2030年 供应量将会超过需求 5年内的年增长率将会维持在1%以下 这个使得收入赶上房价 负担能力会在2028年中期恢复 预测是价格下降或停滞的理想组合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影响 从加拿大央行降息以来 房价已上涨超过50% 如果价格继续失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